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今天跟大家扯一点有趣的事情 最近网上有很多人在讲一个新概念 这个概念叫什么呢?叫地球联盟 这个词很有意思,我是云里雾里的 看着各种各样的消息,说有鼻子有眼的 地球联盟,是一个超地球的星际联盟 一个非常庞大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 而且是有外星人参与,天使参与 各种说法,反正说的是一弄一弄的 我知道在油管上面很多讲这些预言 讲这些神秘的故事的频道,特别火,火的不行了 随便一个扯吧扯吧的一个视频 讲一点神秘的段子,完了以后满足人家的好奇心 随随便便,就是几百万点击,真的 不得了,不可思议 我们哼着哼着,说实证评论 使劲地扯着嗓子喊 能够有个十万个点击的视频就很了不起了 真的,所以地球联盟最近说是一个正义之师 正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行动 说在美国已经抓了很多个念童癖 很多坏家伙,逮了不少人 有的人都已经逼掉了,知道吧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我就不点名了 有哪些人逼掉了 还有说华盛顿第四下面的地道都已经清空了 知道吧,谁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是地球联盟,真的,很有意思 还有人说在日本这两天抓了很多个 什么深层政府的支持者 把他们抓了,谁干的 那地球联盟干的 因为地球联盟是个正义之士嘛 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要对付 无所不在的超级举无霸,深层政府 因为没有人可以干到他嘛 你想想川普总统这么有强大的爱国者的支持 就是上亿人支持他 没用 照样通过舞弊 通过欺诈 照样抢走川普总统的总统宝座 照样上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是大模大样坐在那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希望有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出现 超地球的力量出现 希望有一个新的能够有外星科技的力量出现 然后帮助我们人类拯救地球 帮助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呢 然后拯救自由 帮助美国的拯救美国 是这么一个路子啊 这个事情值得分析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我看来是网上的资料 有鼻子有眼的 一套的理论 一套的解释的方法 一套的这个步骤 真的是 而且是好多个人在你搞这些事情 就像之前有人 我们都在说有Q走制嘛 是吧 现在比Q走制更厉害了 我跟你说 是地球联盟 很多人在说这个事 我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 他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家 人类自由的灯塔 现在已经是 已经烂的不像话了 搞得我们这些人太越失望 你比如今天 在纽约这样的一个世界人口 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 发生的两件事 都与我们家川普总共有关 你看完了以后 你就是特别的搓火 特别的生气 就烂成啥样了 就是纽约市市长 不是叫白思豪吗 他突然老子进水 他宣布了一个命令 他就是在美国中央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 美国巨大的一个溜冰场 那个溜冰场是谁的生意 是我们家川普总统的生意 川普家族的生意 所以每一年到了冬天以后 那个溜冰场都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平时很多个儿童 很多个年轻人 小伙子小姑娘什么的 在那里玩滑冰溜冰 那是最热闹的景观 你只要你去过纽约冬天去的 你都能在那里去看 而且是很有活力 很有人气那地方 很好看 在里面你能看到 顶级的滑冰的高手 溜冰的高手 那个动作很漂亮 因为你平时你如果是在 什么赛事里面看的话 他有一种仪式感 太正式的 而且给你太晚 如果说你在我们家川普总统 那个溜冰场 中央公园里面的溜冰场去玩的话 你能实际的感受到他们那些人 怎么样去滑冰的 有的滑洋的各种的非常的 有人气非常的运动 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漂亮 是吧 尤其是有时候你看那些男 就是小伙子小姑娘 就是一二十岁的人 他那个身材那简直是好得不行 那男人英俊女人这个美丽 那真是你是一种享受 所以他们说这个在纽约 二儿童在冬天的乐园 孩子们年轻人在冬天的乐园了 就是这个溜冰场 川普家的生意 溜冰场 结果这个白色豪呢 说这个川普总统煽动 这个罪犯冲击国会 是一个坏人 所以我们这个纽约市的政府 拒绝与这个川普家族的生意 做任何一样的合作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公共场合 关闭 虽然有合同 我们的合同是到四月份为止 为什么四月份为止呢 这就是在四月份之前呢 那个地方还有一场盛大的赛事 叫赛季 牛宾赛季 所以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体育项目 它就是这么玩的嘛 它平时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项目 也就是美国的橄榄球 美国的足球 美国的足球不算 美国的橄榄球 美国的篮球 是吧 这些东西它都是平时都人人都参与的 很多人你只要想玩都参与 他都没有什么什么职业运动员嘛 大家就喜欢去玩呗 是不是 所以平时参与完了以后 到了一个时候 他就有一个赛季 盛大的赛季 比如说超级碗橄榄球 他平时很多个橄榄球的俱乐部 在一起玩 都是自己掏钱自己玩 但是他有个盛大的赛季 赛季完了以后 今天的这个游戏就就就就结束了 就明天再来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纽约啊 这边呢 他也有一个啊 滑冰的什么一个赛季啊 平时就是大家在里面玩啊 训练 有的训练有的是玩 然后一直到4月份之前呢 赛季搞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所以呢 纽约市政府每年都跟川普家族 签一个合同啊 就这个牛兵场啊 完成这个赛季也是一个 政府管的一个事情 你都签了合同了 是不是 结果这个白思豪说我要取消合同 我不签了我违约啊 我要终止这个合同啊 不准大家这个在这个地方牛兵了 那怎么怎么不准大家玩 就把它关门封闭 不准人家进去 这可好了 那么多的年轻人 那么多的可爱的baby们 都要上去玩 是不是 你现在把它关了以后 那炸锅了呀 所以年轻人都愤怒了呀 所以这两天不是在说吗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 美国的那些脑子进水的 那些被被被美国的学校老师 都灌在这个迷魂汤似的那帮人啊 平时都觉得民主党好嘛 这几天慢慢明白过来的 就在你民主党作妖啊 你不正儿把你搞这个国家 你不搞经济 你不搞体育 你不搞生活 你什么都不搞 你就搞那些妖蛾子 你就放非法难民啊 你就搞什么低碳经济 你就搞什么把这钱拿来去大撒币 你这不有病吗 这种东西你在中国玩玩可以在美国玩 美国的左派的选民 虽然傻是傻点 但是也没傻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啊 我是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啊 我是一个曾经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什么我都要都要逆向思维 你知道吧 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子 是不是 你说懂我偏说西啊 你说对我偏说错啊 人人都有一个反凡气嘛 是吧 美国现在的左派他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就反对这个主流价值观 反对传统价值观 所以他你说现实上 你我偏说没上第一 他就这么来的 哎 所以现在就把这个矛头对准川普 连这个溜冰场都要关掉 这一关掉以后 这么多年轻人上哪玩去呢 没玩 没在地方玩 哎 所以就闹起来了 所以这个白四豪啊 这个250 赶紧就就就就就就说 哈哈哈不关了不关了不关了 不关了 你们继续玩吧 一直到4月份赛季为止 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打脸嘛 我说这个话呢 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国家 这有些这个民主党搞的地方 已经难得不能再难了 人人们非常的绝望 但是又没有办法啊 你比如另外一个事也是发生在溜冰场里面 说有一个应该是在纽约啊 在在溜冰场里面嘛 说有一人举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旗子 那旗上面写的是川普2024 然后在那一边溜冰一边举着个旗子 那个速度快嘛 那个旗帜就迎风招展了 就构成一道景观 哎 结果有人就上去就扑他不让他搞啊 为什么呢 一开始说是这个民众组织的自发的不让他搞 后来发现不是那帮年轻人都不管这些事 他还在那玩呢 结果是白丝毫派的人过去把这个人逮住了 要跟他跟他吵跟他打 他就这么臭不要脸你说是不是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美国已经不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生活 不用不允许别别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你知道吗 你已经到了干涉你的生活的时候 为了知识政权干涉你的体育 干涉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年纪小不知道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哎哟你头发又长点的话 天天说你啊 家父母说你 单位说你 老师说你啊 哎哟 你十几岁的时候 我现在我叼了一支烟抽烟 结果被我的老师发现了 哎哟 我也把我喊到他的那个办公室里面 这个恨不得跟我上一天的课 让我写检查 说和平演变啊 你你这样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 这个什么坏青年 哎呀 其实我就是好玩 那我人生就是唯一的一次叼了一支烟 喷了两口咳得我要死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烟酒无沾 你说这很搞笑 我那个老师自己是一个是个烟鬼 知道吧 那牙齿咬黑的你知道吗 哎呦我就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个烟鬼 我一个年轻人我叼支烟 模仿一下嘛 感觉自己想长大嘛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你跟我上线呢 我告诉你啊 真的就是这样 今天的美国就这样子 不是就已经变得跟中国一样的 你看美国在82年代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情 我是听说的啊 说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 哎因为她交了两个男朋友 就这么一个事情 哎呦喂 就把她抓起来了 就直接给枪毙了 就是政府党派 开始干涉你的个人生活 开始干涉你的感情生活 开始干涉你的衣着打扮 你知道吗 开始干涉你的饮食起居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专制奴奴医的时代就到来了 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地球联盟 和这样的发生在纽约中央广场的 中央公园的那个溜冰场 我联系在一块说呢 是因为美国人呢 现在很多美国人 他对美国现在已经发现的是 非常的绝望 我跟你讲 人在绝望的时候 他就他就渴望神迹啊 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圣经里面他有神迹的啊 所以有很多 为什么耶稣来了以后 很多人愿意跟着他跑 因为耶稣醒了很多个神迹 知道吧 有很奇怪的 比如说第一个神迹让水变成酒 说的是这个什么 一个人要结婚了 然后来了很多个客人 然后准备很多酒 知道吧 然后大家喝 喝完了以后呢 结果喝着没酒了 是吧 这时候呢 就是耶稣的妈妈 就说哎呀 你可以找他 完了以后他就 耶稣就让人过来 找了几个缸 里面就倒满了水 然后水倒完了以后 再咬出来一喝 全是酒 而且这个酒 比之前的酒好得多 耶稣行的是第一个神迹 让水直接就变成酒 而且酒是最好的酒 哎 所以人在绝望的时候 特别是渴望神迹 但是神迹的存在 在圣经里 他这个怎么是 是意味着他是神 耶稣是神 耶稣超过人 耶稣的道路 高过你的道路 耶稣的一直高过你的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能显神迹 但是圣经里面 马上又告诉你 你不能求神迹 就是你是一个人 你不能说啊 耶稣你给我显个神迹 看看不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基督徒 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祷告的原则 我祷告就是这么祷告的 我心里所有的想法 我都会说 是吧 我有时候会有些 特别奇怪的想法 我都会说的 但是我说完了以后 我一定会加一句话 就是求主按照上 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主的意思 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那成全我的祷告 如果我的意思 是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反应 我自己的主观偏好 我卷入了我的人性的幼暗性 我卷入了我的有罪有限 无知无理无耻 是吧 所以上帝的意志 他怎么能辅救我呢 是不是 应该是按照主的意思来成全我 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让主来成全我 那不是主听我的的吗 上帝听我的话的吗 你不开玩笑吗 是不是 所以圣经里的神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枕迷的一个 我称之为一个观念现象 或者是一个人的行为现象 人类社会的确有神迹 但是既然是神迹 人说了不算 知道吧 所以任何人在教会里面说 我心里有一个什么神迹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主观反应 都是你在借用上帝的免疫 你在你在什么 你在这个做假见证 你不应该这样说 所有的神迹都在圣经里面 写的清清楚楚 神经是一部预演之书 那么多的神迹 后来一个一个都应验了 你去看就好了 你不能说我今天开车出去 我看见了一个天使 然后我第二天我跑过来 这个什么 在教会里面做见证 说我昨天看见个天使呢 我在个明明他在那里 我看见清清楚楚 做假见证我跟你说 就是你什么呢 就是神迹这个东西表明上帝 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你人不能求神迹 因为你人一求神迹 除了你把上帝拉到跟你平行的位置 同时也能高估到你的内心的欲望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佛教的什么其他的 这个教那个教的拜菩萨求神迹 这是完全的错误 所以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吧 就是一方面他告诉你有神迹 圣经里面铺满了关于神迹的妙述 但是另一方面又告诉你 你不能求神迹 那犹太人求神迹 所以犹太人就苦哈哈是吧 希腊人求智慧 犹太人求神迹 这都是人类社会的两种错误的行为方式 基督徒应该求什么 应该要承担这个世界的重量 承担十字架 背着十字架向标冠直跑 做你应该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地球联盟 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话题呢 里面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说有这么几种人 一个是什么呢 天使会下来 第二是外星人会来 第三天使和外星人来到我们这个中间以后呢 会与这个地球上的正义的人联合 与我们的川普总统联合 然后打倒这个深层政府 而且他们带来的强大的武器 你根本就超出人类的想象 比如前几天有人拍了这个照片 说你看那个云在空中 像一个飞碟的样子 但是远远看就像一团云 这是因为飞碟 他还制造了一种 用一种云包裹了他的那个飞碟的身体 所以你看出去像个云 这都叫求神迹 我呢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神迹 神迹在圣经里面 我呢不求神迹 因为我不配 我就这么简单 我是一个有限有罪有无知无理无耻的人 我不配神迹 而且我的心智有限 我的理性有限 即便神迹在我的面前我也不相信 这就是我 因为我是一个理性自负的人 但是我又能理解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为什么会非常专注于去研究这些事情 比如说去设计这么一个地球联盟 这样一个超现实的组织 而且还说的有闭嘴有眼的 因为我们太绝望了 因为我们太苦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你看这个美国都难成啥样了 你看这个中国都写了成啥样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你恨不得你自己有一个特异功能 是不是 那中国也有特异功能呢 是吧 所以恨不得有一个什么命名武器 把我自己干死算了 是不是 有这个想法的 所以呢 这种东西呢 我看是归看 但是呢 我是还是本着一个冷静的心态 我的冷静不是说我去否定它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既不能肯定它 我也不能否定它 我的冷静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人 是个有罪的人 是个有限的人 是个无知的人 我根本就不配神迹 我没有资格向上帝索要神迹 我心里所有的想法 我都会说给上帝听 但是上帝什么 是不是成全我按照上帝的意思 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谢谢大家